在法轮功兴起的初期,李洪志大量照搬佛教的术语和教义的同时,也懂得借助佛教来神话自身,他为此修改了自己的生日,把出生日期改为传说中的释迦牟尼诞辰日,多次暗示自己是佛祖转世。 当然,后来法轮功兴起之后,李洪志又识口否认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转而声称自己是比释迦牟尼高出多少倍的宇宙主佛,自己的法力要比佛祖高出好几个数量级,佛祖在他面前完全不值一提,而且整个宇宙的年龄他最大,就连他生生世世的父母都是他创造的。 按照李洪志的说法,地球所处的这个宇宙是分为很多层次的,每个层次都代表了一重天,层次越高越美好,并且每个层次都由不同的神明掌管,无论是上帝,佛祖还是道家的各路神仙都只是某个特定层次的神而已,都不是最高层次的神。 而宇宙主佛李洪志本人,则是超越上帝,佛祖等人类所知道的一切神明的最高神,宇宙中的一切神佛都在服侍他。 而最高层所在的位置便是天国,这也是佛教当中的极乐世界,里面居住着天人,这些人有德有功,无所不能。 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则是常人,这些人无德有罪,而且地球还是整个宇宙当中最低等最恶心的地方,是由高层生命的分辨堆积而成,在整个宇宙当中相当于一座粪坑,而居住在地球上的常人是最低层次的人,相当于粪坑里的区。 人类社会我昨天讲啊,那是高层生命的那个粪便,这个土壤,人在这样脏的环境当中,就像人都跳了粪坑里,就像这个生命都在粪坑里,说这儿舒服一点好,这儿不舒服一点不好,你还讲究这儿干啥,你就在大粪坑里了。 人类社会是宇宙的,大家知道什么不好的都往这儿掉,它几乎是地球,几乎是宇宙的中心位置,胆都往这儿掉,往中心掉。 而如果高层次的神或人的道德堕落了,他们就会从高层次掉到低层次,一层一层地往下掉,直到掉到地球上,成为粪坑里的区。 而这些粪坑区又是如此的堕落,以至于宇宙当中绝大多数的神佛都已经抛弃了地球上的人类。 有些神即使想拯救人类,也因为法力有限而力不从心,比如佛陀,耶稣和上帝,他们其实是整个宇宙当中最低层次的神。 而且那些低层次的神永远不知道高层次神的事情,因此佛祖和上帝都不知道宇宙主佛的存在,更无法猜透李洪志的想法与行为。 如果你按照佛陀和耶稣教给你的方式去修炼,就算修炼得再好,顶多也只能达到佛陀和耶稣那种级别的水准,永远达不到高层次的水准。 按李洪志本人的说法,佛陀和耶稣的修炼方式顶多是16K或者18K金,而唯有他的法轮大法才是24K足金,是最高等级的修炼方式。 而且像上帝和佛祖那样低层次的神都是有任期的,这些神佛只能在任期以内发挥神力,任期到了迟早是要下台的,而唯有宇宙主佛李洪志是永恒的存在。 由于宇宙中的绝大部分神明都已经抛弃了人类,远离了地球这座粪坑。 但好在大慈大悲的宇宙主佛李洪志依然牵挂着这些粪坑里的区,为了拯救这些粪坑区,宇宙主佛之身跳进了粪坑里,传播法轮大法。 而生活在粪坑里的区,要想最终跳出粪坑,唯有相信李大师,潜心修炼法轮大法。 而且大法修炼到了一定境界,可以灵魂不灭,死后直接进入天国极乐世界。 可如果你违背了法轮大法,那你就只能生生世世在这个粪坑里轮回受苦。 在疯狂自我造神的同时,李大师也和大多数新星的邪教头子一样高调宣扬所谓的世界末日。 按他的说法,整个宇宙之前曾经毁灭过九次,地球曾毁灭过八次,人类共经历了八十一次毁灭性的浩劫。 我们通过功能去查呢,我们发现呢,这个人类经过八十一次这样的毁灭性的,是吧,这个大击。 有少数的人呢,活下来,不是局录的,我说整个人类社会出来这样的状态。 再往前查,那个影像就不清楚,是吧,只能查到八十一次。 所以我们这个地球人类呀,可能要有劫难,但是有没有呢,这个东西我不说,我也不说没有,我也不说有, 但是有一个东西,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地球啊,已经毁灭过华色。 在我们地球以前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地球的以前在这个位置上,曾经有过一个地球。 那么在那个地球呢,那个地球呢,就是,呃,被掉了,也有的是炸掉了。 炸了很空了,本来那个地球去年就应该炸掉了。 不讲了,因为一成不值一成的事啊。 而且地球这座粪坑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原本在1993年即将迎来第九次毁灭,整个地球都会在当年炸掉。 但由于宇宙主佛及时发工的缘故,将地球爆炸的时间向后推迟了30年,推迟到了2023年。 因此心中们必须要趁着这段时间抓紧修炼法轮大法,以趁早跳出粪坑,否则下一次地球爆炸,人类只有死路一条。 虽然李洪志宣扬的这套教义,在一般人看来基本就是一堆风化,但他对于那些狂热的信徒们所施加的精神控制,却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 很多虔诚的大法弟子见到师父,甚至热泪盈眶,当场匍匐在地,感谢师父多年的付出。 有些大法弟子甚至一天到晚盘腿打坐,持续修炼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他们不与外人来往,甚至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以外,不干任何其他的事情,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修炼当中,以至于最后精神失常,出现了幻觉。 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意念与师父交流。 还有些练功者在李洪志大师的放下名利情的这套说教下,对家人不管不顾,导致家庭关系破裂。 甚至还有狂热的农尊信徒在生病之后,直到病情进入晚期也拒绝使用药物,宁肯死去也坚决不堪一生。 当然了,对于自己所定下的这套教义,李洪志本人肯定是不会真心遵守的。 他欺骗信徒们生病不能吃药看医生的同时,他自己生病了就去吃药看医生。 根据李洪志留下的病例记载,在1983年到1990年期间,李洪志先后在长春市20多家医院就医,由单位报销52次。 这些就医的内容大部分是购买药物和体检,还包括一次急性难尾炎的手术。 他的女儿李美歌也先后在长春市7家医院就医,报销27次。 据说李洪志的母亲卢树珍在2016年突发脑中风的时候,昔日李吹嘘自己法身无数,有神功护体并且包治百病的李大师对此束手无策。 也只能悄悄地派亲戚将母亲送到纽约的一家高级医院治疗,结果由于病情严重,没过多久母亲便撒手人寰。 母亲死后,李洪志下令对母亲的死严格保密,任何高层弟子都不得提及此事。 而李洪志的母亲是一名非常淳朴但却性格耿直且口知心快的农村妇女,她也是最早揭穿李洪志骗局的人之一。 据后来几名李洪志身边的前弟子回忆,李洪志成名之后,曾有几名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跑到家里拜访的母亲,当面表达了对李大师的崇拜与敬仰, 把李洪志吹得神乎其神,说她如何如何神通广大,她的功法能够包之百病。 结果她母亲听后,实在受不了了,说小来子是在胡扯,瞎编,骗人。 你们可别听她瞎说,我一把使一把尿看着她长大,她如果真有什么功,我也不会在他们老李家遭那么大的罪。 她根本就不是佛,她自己最清楚,就是常人一个,别把她捧高了。 而母亲口中的小来子,便是李洪志的乳名。 再来说说上世纪末法轮功能够兴起的几大因素。 首先,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震荡转型。 任何一个落后且封闭的农业社会,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传统的回归,以及对信仰的渴望。 人们会在一段时期内,变得对宗教格外的虔诚。 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以及后来兴起的法轮功,农村地区形形色色的地下基督教,儒家热,汉服热,甚至就连九十年代之后兴起的毛泽东热,也都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向传统回归,以及追求信仰的体现。 改革开放逐渐打碎了束缚人们身心的旧体制,但从这种封闭的旧体制和农业社会所塑造的熟人社会,进入新体制和工业社会所塑造的陌生人社会时,又出现了普遍的社会归属感学师,缺乏心灵寄托等社会焦虑。 尤其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中的互相评议、监督、制约基础上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也随着熟人社会的瓦解一并崩塌,而基于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上的道德体系,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这期间必然会出现道德沦丧、信用滑坡之类的现象。 人们也很容易将社会转型阶段出现的种种弊病归咎于整个社会背离了传统道德。 在此过程中,除了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人们会普遍怀念温情默默的旧时代,集体无意识地倾向于回归传统,甚至认为只有回归之前的传统才能根治日渐败坏的社会风气。 同时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群体,由于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社会巨变,生存状态也会日渐陷入困境。 这些人更容易转而投身宗教,寻求心灵慰藉,于是要求回归传统,以及追求信仰的思潮由此产生。 这类现象不光中国有,处在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阶段的台湾和韩国同样广泛存在,特别是韩国,其邪教更是泛滥成灾,今天韩国这些杂七杂八的邪教也大多是七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 由于十年文革带来的对传统文化和信仰的摧残,使得中国大陆在文革后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空虚,这也为后来各类新兴气功与邪教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虽然法轮功创立之时,已是中国大陆气功热的尾声,八十年代广为流行的湘工和智能工这些气功流派已经相继走向了衰落。 昔日里那些叱咤风云的气功大师,有的已是丑闻缠身,有的因骗局败露而深陷淋雨,有的已经因病驱逝。 此时人们对气功的热情已大不如前,很多昔日学员众多的气功班已是门庭冷清,遍布街头的气功广告也大多被拆下。 而法轮功的出现,却让人们再度燃起了对气功的热情,虽然出现较晚,但法轮功仅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击败了先前的一众老前辈,一跃成为了当时中国气功的大宗,在声势上完全碾压了先前的任何气功流派,当时唯一能与之叫板的只剩下张红宝创立的中宫。 虽然我们作为后人,提起九十年代法轮功的兴起,很容易便把注意力聚焦到当年李大师四处传法期间发表的种种可笑至极的荒唐言论,比如号称自己是功利远超上帝和佛祖的宇宙主佛,连他的父母都是他创造的等等。 惊叹与法轮功宣扬的这套完全是用来骗傻子的东西,居然还会有人信。 而且信的人当中,居然有那么多高学历的大学生,甚至大学教授。 可如果放眼当时,选择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弟子当中,除了那些数量庞大的目不识丁的穷苦农民,很多受过教育,稍微有点文化常识的人, 他们真正关心的其实并不是李洪志是否是宇宙主佛,以及李大师有多大的神通, 而是法轮功在修炼过程中所倡导的那套修身养性,提高新性的理念。 还有一些人是因为生病之后练了法轮功,恰好病情好转,于是便认为这套功法有消除疾病的奇效。 换句话说,除了文化程度低下的农民以外,那些受过教育的信徒,真正吸引他们的不是李洪志编出的那一大堆鬼话, 而是法轮功的修炼理念,或者在治病方面的所谓奇效。 而对于李大师平日里的信口开河和胡说八道,虽然这些人未必会真心相信,但也不会太当回事。 毕竟那个年代成名的很多气功大师都喜欢说大话和吹牛逼,很多人就是靠着成天吹牛逼和炒作才声明确起的。 当时到处吹嘘自己有特异功能,以及有无边法力的气功师多了去了,比如严新就曾多次公开吹嘘自己,可以发弓拦截导弹,就连大兴安岭的山火也是他发弓扑灭的。 类似的反制言论还有很多,其荒唐程度与李洪志自称宇宙主佛恐怕不相上下,而且当时气功门派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如果不使劲吹嘘自己,往往招不到徒弟,法轮功能够脱颖而出,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李洪志这种成天说大话的狂妄,以及什么都敢说的厚脸皮。 近代心理学的研究初步揭示,在充斥着反制狂热的群体当中,反制口号喊得越偏激,越容易激起整个群体的共鸣,如同当年还是一个落榜考生的洪秀泉,就敢公然吹嘘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弟弟。 很多时候,对于那些缺乏学识和智商的创业者而言,要想忽悠人们追随自己,这种敢于说大话和吹牛逼的狂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素质。 如果细心对比李洪志和郭文贵这两个人,会发现二者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李洪志和郭文贵都具有某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二者都是底层出身,都属于半文盲阶层,都擅长通过说大话的方式忽悠性众,即便是在明目张胆地胡说八道,也能把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而且说起话来都特别有感染力。 这种人格魅力使得二者又称为魅力性领袖的前置。 只不过他穿的是那个像那个僧人穿的那个衣服,黄的,唯一块骨,头发是远远的。 最起码值一万亿美元,GTV的价值是人类的未来,老天不灭中国人啊,给我们这些人有机会啊,都是天意啊。 7月初基格拉夫开始卖,会卡有一万到五万啊,基格拉夫的会卡因为可以优惠地买机翻身,机翻身可能上市时候按照一千亿,这就是给战友让利啊,打官司的,被告的几家银行,通过各种渠道现在给我们道歉,愿意和解。 而且在当时的很多人眼里,法轮功还算是气功界里的一股清流。 法轮功在总结了先前流行的一些气功文派的种种弊病之后,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后发优势。 当时很多气功大师基于敛财,也很懂得利用人们的功力心态。 比如张红宝的中宫就宣称,他们开创了一套小周天速成法,能够让修炼者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开悟,达到修炼的最高境界。 大肆强调中宫比其他气功更重视功力研究,因此发现了一大堆修炼的窍门和速成法,具有高效速成的优势。 而且在中宫的高级功法宝典里还公然宣称,无钱不足以养到,学习气功不能只想得到而不想付出,你付出了你应该付出的,才能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只有花了钱得到的,才是你踏踏实实得到的,否则就是无常所取的罪恶思想。 于是中宫便名正言顺地倡导以有偿服务为主,无论是发功致病,还是进入培训班学习,都需要收取高额的费用。 相比于公开大肆敛财的中宫,法轮功的吃相确实要好看得多。 李洪志就曾指出,那些宣称自己拥有某种速成功法,可以让修炼者迅速达到最高境界的说法,都是不切实际的骗局。 真正的气功大师需要经过多年的苦修,才能达到修炼的目的,抱着急于求成的功力心态去修炼,注定一事无成。 虽然法轮功也和很多气功流派一样,宣称修炼到一定境界后可以百毒不侵,且包治百病。 但同时也强调,治病不是练功与修行的全部目的,练功人不能纯粹抱着治病的功力心去修炼。 而且在真善人理念的加持下,法轮功首先是将自身的道德水准放到了修炼的最高位置, 要求信徒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做一个好人,要积极帮助他人,并且要诚实守信。 这在当时任何其他的气功流派当中都是找不到的。 也正基于这点,法轮功的脉象要比其他气功好看得多。 此外,法轮功开办的培训班所收取的学费也比同时期的其他气功更为低廉, 仅相当于一名普通工人不到一周的工资。 不计中工的三分之一,就连李洪志给人发工治病也都号称是免费的。 而且相比于当时的其他气功功法,法轮功的修炼要更加的自由。 当时很多功法都讲究练功要对着什么方位好, 几点中练功好,或者规定必须每周修炼的次数不能低于多少次。 练功的流程也相对繁琐,对于练功的场地也有相对严格的规定。 但到了法轮功这里,则完全不讲这些。 信徒可以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随时随地练功, 就连是否练功这一点也完全根据个人条件。 李洪志说过,只要你在心里一直按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哪怕你在一段时间内忙到没有时间练功, 功法也会自动长进, 因为一旦修炼形成法轮,会自转不停, 自动从宇宙空间中吸取能量, 达到依法练人的效果。 这些对于普通的气功修炼者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法轮功能够快速兴起的另一大关键因素, 便是官方力量的扶植与推动。 法轮功早期的发展不但得到了政府的默认, 还获得了不少知识。 法轮功一度获邀参加了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 接连获得多个奖项, 还在当年秋天成为了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直属分会。 而法轮功早期的传授方式基本类似于今天的培训讲座, 组织这些培训讲座的便是官方背景的中国气功协会和气功科研会。 到了1994年底, 在完成了由气功科研会等官方组织举办的56期培训班后, 李大师开始了向海外传法的准备, 并在第二年收到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邀请, 正式前往海外传功讲法。 在法轮功快速扩张的过程中, 先后有多家国有背景的出版社, 为法轮功出版书籍, 例如被誉为《法轮功圣经》的《转法轮》, 便是由国务院广播电视部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当时央视的很多节目和报道也在极力吹捧法轮功, 正面肯定这套功法在去病健身方面的所谓奇效, 认为修炼法轮功有利于身体健康, 这点就跟官媒后来大肆肯定中一一样。 虽然法轮功后来与这些官方机构的关系持续恶化, 并在96年主动退出了中国气功科研会, 但依然不能忽视法轮功在初期的迅速发展, 与官方的扶植密不可分。 当然了, 这些官方机构的目的也都是想要借助法轮功的影响力来谋取利益。 而法轮功在初期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至关重要的一点, 便是之前提到的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所谓去病治病方面的奇效。 八十年代之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温饱问题逐渐得到改善, 初步解决了温饱之后, 人们对身体健康的需求也日渐增长。 当听到李教主大肆吹嘘, 修炼法轮功可以不看并不吃药, 并且永远不会生病, 以及法轮功的宣传材料里诸如修炼后癌症自动痊愈这类天方夜谭, 很多底层的中国人立刻两眼放光, 觉得修炼法轮功简直是天大的实惠, 不仅买医保的钱省了, 就连治病吃药和购买保健品都不需要了。 以当时的经济状况, 很多底层的穷人生上一场大病, 往往会倾家荡产, 因此修炼法轮功可以百毒不侵, 任何绝症都能自动痊愈这些, 对于当时的底层穷人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毕竟中国人就爱贪便宜, 而且法轮功的流行还为政府减少了大笔的医疗开支, 很多农村人练了法轮功之后感冒发烧都不去医院了, 使得农村医院门诊的旧医量大减, 这也是法轮功在发展的早期能够获得各级政府部门默许或支持的原因。 而除了去病健身方面的所谓奇效外, 法轮功对当时的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另一大吸引力, 便是在练功的同时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无论是男与老少都可以在清晨的公园里坐到一起练功, 练蛮功可以坐在一起拉家场聊天, 这有助于打破不同人群和阶层间的隔阂, 满足了底层民众对社交活动的需求, 毕竟那个年代的精神生活还相对匮乏, 除了聚在一起练气功打扑克, 也没有今天这些相对高级的娱乐方式, 就好比很多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时常会和本地的工人们聚在一起打麻将, 这些工人沉迷于打麻将, 一方面是为了赌博和消遣,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社交的需要, 而且在整个90年代, 法轮功起家的东北地区并不太平, 当时的东北国企改革的过程中, 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因为经营不善, 亏损等多种原因不得不关闭, 缩减规模或裁员, 从而引发了90年代中后期, 东北地区的几轮下岗浪潮, 相继有几百万职工下岗失业, 而法轮功的兴起也赶上了这几轮下岗浪潮, 当时很多失业的职工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他们对于现实愈发地感到绝望, 因此选择了逃避现实, 开始沉迷于修炼, 希望能在修炼当中得到解脱, 同时也希望在修炼团体当中找到归属感, 于是这些失业的下岗职工, 很快成为了当时法轮功信徒的一大主力, 而且法轮功相比于其他气功的另一个重大优势, 便是法轮功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组织架构, 之前说过, 法轮功陆续在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设立了39个辅导总站, 这些总站下面又分设了1900多个辅导站, 28000多个练功点, 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套完整且严密的组织架构, 由李洪志担任会长的法轮大法研究会, 负责领导和管理各地法轮功辅导总站的一切事务, 并任免各地主要骨干分子的职务, 而当时还没有哪个气功流派能够建立如此严密的组织架构, 如果把当时气功门派之间的竞争比作公司之间的博弈, 那么在产品质量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些组织性和凝聚力更强的公司无疑更有竞争力, 就拿忽悠这一行来说, 同样都是在忽悠和诈骗, 那些组织架构更为严密的传销公司, 往往能够取代掉那些组织架构相对松散的传销公司, 同样的道理, 组织性和凝聚力更强的法轮功在宣传和忽悠方面无疑更胜一筹, 而且一旦形成了庞大的组织体系, 在整个组织体系的加持之下, 无论多么荒唐的观点都会产生出足够的影响力, 虽然稍微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会觉得发工致病的说法很荒唐, 但奈何不住成规模的信息轰炸, 在数量庞大的受众群体内部, 最终总会有一小部分人出于盲从, 会去认同这些荒唐的观点, 根据羊群效应可知, 集体往往是无意识的, 一个人一旦融入到了某个集体当中, 其智商会急剧下降, 当听到周围大多数人都在说法轮功在趋病健身方面有奇效, 练了功之后健康状况大为改善, 很多人也会不可避免地趋于盲从, 觉得法轮功有多么了不得, 而且不光是法轮功, 历史上又有多少反制主义狂热的产生, 不是少数狂热者的煽动, 以及大多数民众的盲从呢?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观看。